台湾闹水荒 看看马来西亚的孩子 比我们还珍惜滴滴水资源 在吉达慈基幼儿园考验一个孩子 一天如何运用一瓶600cc的水 应付生活所需 小朋友们核心协力挑水除水 因为吉达慈基幼儿园 即将进入一天没有自然水的生活 挑战好 什么拿一个瓶子装水进去 拿来洗碗还有刷牙还有麦床 没错 一天的日常作息 只能依靠这小小一瓶水 该如何节省水资源 小朋友有妙方 一整天向来 孩子们也体会到 无水可用的辛苦 我刚才保持这边 然后我用到这边 然后你这样节省 你的碗不是还有那个东西吗 你这样把它塑干净 把老夫去骂 明天你还要装吗 明天我们用这样来骂生肥吗 这样 为什么呢 太少水了 今天你辛苦吗 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新的挑水 然后用完了 用完 蔬果水用完了 我们会变成怎样 没有水 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小小瓶的水 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其实水可以重复新的再使用 就不会浪费那个水 那个水需要来做什么的 拿来浇花 水是大地万物生命的泉源 珍惜资源 就从你我生活小细节开始 大爱新闻 尤禁辈马来西亚报道 我要来谷最后的信用 这个能量派 尤禁辈马来西亚包